車禍救援現場 救護跟消防人員都圍在駕駛座這一側 當時出現一名醫護人員 正賣力的幫傷者施作心肺復蘇術 只見他頭上安全帽還戴著耳機也來不及拔 身上穿著的是醫院醫護人員藍色制服 1234不停上下壓胸搶救 不過因為上班快要遲到了 他有騎機車匆匆離開現場 我當下只跟救護弟兄說表明我的身份 那有沒有需要協助 那有一位學員說 學長那裡有一台計程車 麻煩你過去看 原來當時這位護理師 是來自高雄信和醫院急診的護理組長 叫做李威鴻 今年26歲 他當時恰巧騎車要去醫院上大夜班 途中發現車禍 就趕緊上前向救護人員表明身份 現場評估完以後 其實兩個患者都已經沒有呼吸 就已經呈現Oca的狀態 所以當下是趕快幫他們做 緊急做CPI一個動作 不過一看到計程車上的傷者 李威鴻的專業經驗也驚覺傷勢嚴重 立刻就啟動急救措施 只是很遺憾 計程車問獎跟乘客 還是送醫賞種不治 但是在這位護理師大力的協助下 使我們的救護工作也減輕不少 對當時救護的消防弟兄來說 有護理師李威鴻加入 真的幫了大忙 不過李威鴻補鞠功 只是謙虛的說 當下真的只是發揮所學 想要救人 而他拼命CPR搶救傷者的身影 也感動在場所有人 記者陳鼓民高雄報導